字幕提供 金爸爸一樣我們還是要宣導一下好不好 手遊免費駕載免安裝 登錄LINE就可以玩了 還有多款熱門遊戲可以選擇 天天登錄領取高額發財金 發財金 我們金爸爸登錄就有發財金了 玩遊戲要自己控制這個 時間不要這個越玩越笑 金爸爸娛樂城 太娛樂了越玩越嗨 就一直儲值下去 好不好然後這個 AVIRE行動周邊領導品牌 勇於突破自我 不受世俗限制的品牌精神 這個充電線你知道嗎 你如果去7-11的3C 賣充電線就是有AVIRE在裡面 很耐用很耐用 像我們全公司幾乎都用他們的線 很耐用 充得很快 他有出那種Type-C 快速充的 我真的 認真因為我自己有用 我今天不是說他是乾爹怎麼樣 那不是大家乾爹 我們也是有原則的啊 乾爹蒙乾爹對不對 這個我們自己有適用我們才敢講啊 賣車怎樣 4月8號賣車車交車商 4月9號10號遇到假日 11號過戶 車商讓車主自己去辦過戶 然後4月11號早上8點被抓到酒駕 車主還是你 收到紅單扣牌兩年 影響到買新車沒辦法掛營業牌 沒有辦法 登記證 對啊這個你有合約啊你就直接那個就好啦 就是這個 法律 宿主法律就可以了啊 這還好啦所以我之前一直跟大家分享我記得上次誰來賣車啊那個啊酷炫他爸爸有沒有 酷炫他爸媽有頻道嘛 你們可以去他那個那對爸媽是不是 他上面前兩個禮拜有上一片他爸爸車賣給我 然後裡面就有講到 我裡面剛好就有講到你發生的這一段 非常清楚 他其實之前海力賣我車的我也有講 我跟你講那部片我告訴你目前還是他頻道裡面 流量最高的一部片 我一直戰績在他綁手 應該還沒有被打下來吧 你們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裡面都有講到這個東西啦 所以這個大家 比較容易忽略我跟你講 消費者在賣車他只會care到我車賣的高不高價 那其實賣車裡面有很多 美美佼佼要注意包含這個 過戶時間有沒有過戶這個事情 這個很嚴重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嘛 除了過不過戶以外還有錢 對不對你們事先談定的意定的金額跟事後到你 手上的金額一不一樣會不會扣通扣西的等等 這都之前那個 意而再再的三分享過好不好 不要眼前只有看到錢 我跟你講很多事情眼睛只要看到錢 絕對會出trouble 對不對你像這個 昨天才上個精華我們道歉 上個禮拜道歉 如果今天我們在處理的時候 我的眼睛看到只有money的時候 我跟你講 結局就不會是這樣 錢大過於客戶的感受 利益大過於 公司的信譽 對不對 我跟你講事情就不是這樣 我認真這樣覺得 09fit容易生鏽嗎 坦白說 HONDA的 車漆 本來就比較薄 但是我覺得 生鏽不用擔心 生鏽其實隨時跟我們講我們回來把它做一下修補就好了 因為 應該不會很嚴重 09fit我覺得都稍微而已 除非他原本 真的放在太潮濕的地方 放心 09fit在生鏽完全之前 你就已經又換更好的車 時間沒有那麼短暫 一台車要駐到穿過去真的沒那麼容易 除非你真的丟在那邊 兩三年的時間不聞不聞也不移動 那他可能在 重複的地方一直接受到水氣 你車子一直有在用 有風在吹 或是有太陽在曬 或是引擎的熱度 傳達 那水分不會停留太久 所以你發現 車子有在用 沒有生鏽那麼快 可是你如果 停在路邊很快就生鏽 你看路邊那種丟很久 你可能看他丟個半年 可能就鏽穿了 所以我覺得 你常不常用 還有你停放的位置都很重要 我就是看完你那道歉影片剛好想到我也是遇到買賣糾紛 車上目前沒回應我不知道如何處理比較好 那就看你的糾紛 其實我跟你講 這個另外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你找誰 做交易就可以 有時候就會注定了你發生 衝突糾紛的時候 的處理態度跟方式真的不一樣 所以我真的 我也不知道其他車行處理糾紛的態度是什麼 每一間也都不一樣 那所以呢 在你不知道對方狀況的情況之下 合約一定要 簽好 因為那是唯一能 最保障你的方式 唯一本田葉子板螺絲有 繡痕不敢補漆怕物語也動過螺絲 不是這樣子 我跟你講Terry這個我順便跟現在觀眾朋友分享 有繡痕就給他補漆沒關係 我跟你講動過螺絲 基本上真的專業的 鑑定者應該可以看得出他是 因為補漆還是因為撞到 還是因為換過 其實 看得出來 之前貼車的BMW還沒賣 端午節過會賣 應該賠不了多少錢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如果沒講錯的話 你們可以去查證 現在你們再去買21 2GC有沒有 他把車價折下來然後 沒有跟車 所以我的第一批有跟車的 到時候賣出來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價差應該不會差太多 屌家的BMW很多人會買嗎 這常態客人不怕屌家 還是貴的車常這樣 沒有啊沒有啊 你像我那台 從交車3000公里吧 還是5000公里 那一次之後就再也沒有 怎樣過了 所以這個東西在現代的車很難講 你看現代的車不管國產車 進口車 其實剛交車都一定會有 發生一些問題 是要看他 經銷商有沒有意願幫你們修正 對不對 有沒有誠意幫你們解決 那修正後是不是就沒問題 一般車你建議開幾年或幾公里要換車子 這沒有一定的答案 前衝 一般車建議開幾年或幾公里要換車子 我覺得還是要看經濟狀況 假設你今天 你的車開10年了 現在遇到了要大保養 假設要花3萬 你就要換車 問題是你換車可能要多30萬多50萬多80萬 但是30 50 80我沒有 3萬我有 那只能在修 其實很多人就是遇到這狀況 所以你停順點沒辦法設 因為你永遠 今天又修5000了 5000我有再修 可是為了這5000要修 你叫我再花50萬換一台車 我又沒錢 我沒有50 貸款我也覺得 壓力太大 所以你也只能一直修 所以我覺得這個沒有一定的答案 一切都是看經濟狀況 當然經濟狀況允許 我覺得啦 超過15年 甚至超過20公里 20萬公里 18萬公里以上 20萬公里以上 基本上 都可以考慮要不要換車 如果你 經濟允許的話 對不對 可是有些人 貧富差距很大 有的人5年他會覺得這車舊了 你更不要說現在有一些 公司的主管 公司用車 三年期滿就換掉的 那是我們家 可能人 你塞中國車 塞8年10年15年13年 很多 三年就換車 有的 來賣車有沒有 我說 你車怎麼開三年要賣 沒有 我們家車沒有一台 超過三年 我們這三年就老車了 我們就賣掉了 那多大座 你知道 有的來賣車 公委屁股出來 頭上 清煙出來 你知道嗎 真的很多這種客人 我也不是跟你開玩笑 對有人覺得三年就是舊車 我看到我們開到三年的車覺得好開心 還好新喔 很好開再包2萬公里 我上次聽到有一種 講法 有人說常 大家都在說買車是負資產有沒有 其實有另外一種講法 其實買車 看你怎麼想 他不一定是負資產 買車並不是一種 很單純的消費性的 消耗性的消費而已 因為 他是能夠改變你的生活 品質的東西 所以你不能完全的把它看成一個負資產 我覺得這個那篇文章 我覺得還蠻有道理 我看上面現況什麼意思一直搞不懂 我之前有要講一直沒有講 現況的意思就是售後 我們付出售後的時間 也就是說這個車我們 目前已經 檢測到他可以使用的狀況 你回去 然後再來我反映在價格上面 你後面有任何的 問題我們可以協助你處理 但是所有東西都要費用 正常你跟我們買車三個月內 你有問題回來是都不用費用 因為那個車第一個 他年紀已經太老了 你看比如說那個 之前的2002年的 E Class 賓士那都已經20年的車 那我賣十幾萬 我還全車保 我覺得對於那個老車太嚴苛了 那就好像是 你今天 你一個妙齡女子 嫁給了一個老富翁 已經89歲了 對不對 你要嫁他的時候你要保證說多久之內不能撬辮子 還是多久之內一定要撬辮子 沒有這種事誰能跟你保證 我知道常常要帶起來 所以這個東西 沒有辦法預測我們也不願意花 成本時間成本在上面 還有這個保固成本在上面我講 保固其實某種程度跟保險是一樣的 你花錢買保險 你覺得合情合理 花錢買保固也是合情合理 今天一台車 我賣你15萬沒有保險 你自己回去 有什麼問題你自己處理 那你想要有保險那我可能要賣到18萬 我要賣到19萬 賣到20萬 然後我給你保固那有關係 我跟你講你跟我買50萬 這台車20年的這台賓士 你跟我買50萬我跟你保兩年 好不好 要不要用錢去換 然後第二個是說 希望你是 某種程度對車是有 一定的認知 足夠的專業知識 還有你認識一些修理場 你親戚朋友就是修理場 你自己有能力 去照料他你再來買 因為我們不花時間在保固上面 也不花金錢在保固上面 簡單講就是這樣 因為那樣子的車 我跟大家分享你有沒有發現我車 舊車老車越來越少 其實我壓力也很大 我賣一台10萬20萬的車然後我要 保固要做服務台南台中桃園什麼都要跟你服務到 那我賺的錢坦白說越低單價 我賣你16萬的車我可以賺多少6萬8萬不划算啊 然後有一些車就覺得 其實以這個年紀20年來說車況不錯前車主有照顧 覺得狀況是OK 引擎變速箱等等狀況都是OK的 那我覺得那10幾萬給有能力照顧他 對他有愛的人去買 所以現況車就是這樣很簡單 我不負責售後的東西 希望你有一定的 認知水準在來買 而不是說沒關係我買這個現況車我有小事哥沒關係不是 我會幫助你啊 但是可能費用方面我們就沒有辦法幫你負擔 所以我之前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我其實這件事我想好幾年 你們都想買便宜的車我可以很多車回來我都不整理 我就用不整理的價格賣 你有足夠認知你在買 我可以保證沒有事故沒有泡水沒有調錶 但剩下的東西你自己處理 就跟拍賣場一樣拍賣場車子上去他也不管 他也是幫你看有沒有事故泡水而已 那剩下的東西我不管 有沒有肉油底盤有沒有聲音什麼都不管你回去 我就是賣你這麼便宜 你就來標就現在這個樣子 我就賣轉手我賺少少沒關係 我數量可以很大 因為我曾經去日本看過這樣的店 他就是真的回來 我跟大家分享過 他整場的車沒有在整理 插傷的啦 撈到的啦 玻璃破一個洞裂開的啦 甚至門打開裡面還有這個 那個麥當勞的汽水的杯子還在裡面的啦 抹布啊 雨傘啊 襪子啊 也都在丟在車上 他都連動都不動 他完全不花 一點點的時間 在這個車上面 他就丟到那邊 然後讓客人進來就直接看到這車是這樣 他可以賣的很便宜 假設啦我先假設 假設我這台車我賣30萬 我買30萬 我就賣31萬 一兩萬賺個轉手 我都不負責 就這個樣子你自己看 我覺得這樣也不錯啊 整場都這樣 他可以跟你保證 沒有事故沒有泡水沒有調表 你要試我也可以跟你試 這樣 對我來說反而很輕鬆 我只要去外面收回來 丟的就好了 我只要一個場地 要我收回來我就丟著 我不用請那麼多人在檢查車子上面 不好意思啊哪裡沒檢查到啊 回去啊保固好忙去給你 借你代步車然後馬上去給你弄啊不好意思啊我幫你換輪胎我幫你裝 安卓機我幫你弄倒車影像環境我幫你裝行車機 我都不用 我都像一台 多少錢自己搬去 不用化價格就是這樣 勾勵概念你知道嗎 裡面什麼襪子啊對啊前車主的襪子 我連動我都不動 保固的美容我跟大家講過很多了啦 公車廣告有很多什麼保固一年保固兩年幾萬公里 那個都是有項目性的保固 所以就問題就在於保固手冊上面會寫什麼東西有保固 什麼東西沒保固然後 你交車的時候你買車的時候你絕對不會看到那本書然後你交車的時候他就會給你那本書叫你簽名 好 然後你拿那本書以後 你也不會去看 等到你出問題了 你去修 這有保固喔 你不是保固一年啊對對對來保固書拿出來 不好意思齁 要來嗎 林真真 你放股落水嗎 對啊我跟你買沒多久 還在保固期內 誰放股就漏水了 我告訴你 林真真 你看我總統保固書有給你嗎 好不好 你看 這是 第十三頁你給他開 你有簽名嗎 你有簽名嗎 這不是我的問題 大家拚好 我說等一下 這是 我們叫拚叫怕 人家在做事 我做生理 你知道嗎 孤孤彈彈彈彈的 我不會把你保固 你的東西都是照著效用 你說水泵不保固 不好意思來 第十三個要怎麼放開 哇 下列 物品 人家不好意思我沒打錯 這幾個字 軍啊 軍不保固 軍屬於 不保固的範圍 哇 第一條 全車消耗性零件 包含 電子零件 電子零件 感應器 還有什麼 重點來 水泵不保固 除外 有沒有 抱歉啦 我們做生理 沒有你喉嚨的 我們說等一下 我們在做良心的 我做生理我誇張的 做生理矩矩矩矩矩 這真的沒辦法 我們在照片照鏡 你們國語怎麼說 造品造造啦 對啦 造品造造啦 水泵不沒辦法 這次水泵不換八千八 我們沒賺錢的 我說我拼沒賺錢 我們不是這樣 那是生理車 你又生理手 你給他 沒辦法才是 不好意思 這真的照片才行 我們這裡有報告啦 你看 但是剛好 這運氣不好 我告訴你 小毛巾 這真的沒辦法 給你報告 不好意思 扁人要接不 扁人好 來啦 補一下 補一下 謝謝 沒有 吃粉 吃粉 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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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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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所以這個就是保固就是這樣 打麻糬一下 請貓兩請分 對不對 我們也是 整理很矩矩矩矩矩的 所以這個要注意啦 保固手冊還是要注意一下好不好 然後這個保固手冊那麼多聯盟基本上我跟你講包含原廠認證中午車其實保固手冊內容大同小益 小益今天剛好有來嘛高小益 大同小益你知道嗎 方大同跟高小益 真的啊你們都可以看一下你原廠的保固手冊你可以去翻一下 但是 那是現在因為現在消費者越要求越多了 我認真講我們剛剛講現在社會越來越進步嘛對不對 以前二手車行賣你車 我跟你講到現在還是啦現在很多 老店所謂老店 他們觀念還停留在我只要賣你一台沒有事故沒有泡水沒有調表的車 交易過程 是這個順順利利的 沒有給你A錢沒有給你漲價變相漲價 他就覺得說我是一間好車行 然後坦白說這可能是一二十年前的一個標準 真的真的這個從 我剛錄這一行的時候那時候 所謂的優良車商的一個標準就是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到此時此刻今時今日 我們為消費者 想的是更 高一階的東西 那我能不能讓我的消費者這個買回去的時候 不用有太大的 煩惱 說我會不會一台車買回來就要花錢修 所以 我們推出真正有用的保固 不限項目 那你只要回去是自然損壞的 不是人為損壞 那基本上我們都會幫你 處理好 會不會發生這種事絕對會 我還是在重申一次就是 我小私 汽車 沒有在 任何的場合 去講說你跟小私買的車不會壞 如果我底下你們曾經有來 小私汽車看過車 我底下的服務人有任何人跟你講說我們的車不會壞 你馬上回報我 如果是這個東西我可以請他走路 這個我沒問題 這個比犯錯還嚴重 我們就是不會去跟客人保證說我們車不會壞 但是 你壞的時候我們一定在 我覺得是這樣 我不會去吹牛說怎樣怎樣怎樣 我的車多好 跟小私買車 夭壞說到會去壞 40萬左右的車年輕人入手第一台車我跟你講 來來來我一次回答好了 很多人會問我小私哥我是這個第一台車然後我大概幾十萬不管20萬30萬40萬50萬都不管 你就是以路上能見度高的日系車下去買就沒有錯了 好不好 然後剛剛還有一個我另外在附帶剛剛一個問題忘記回答 有人說Focus的問題 所以我賣那麼多Focus到底Focus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問題 我說車子這個東西是這樣 你絕對不能要求說他完全不能有問題 那看你的你希望他帶給你的東西是什麼 如果你今天你希望這台車帶給你的是這個妥善率要很高 然後只要不跟你要錢修理 或是少跟你要錢修理你就OK 那你就是日本車Toyota車去買 但是會選Focus熱車的人我相信對這個車有一定的了解他要的絕對不是 在妥善率這個部分 那這個東西是不真的事實 你說今天你要比妥善率 你不要講進口車 Subaru Subaru算是日系車裡面零件也算貴的 你說哪一台比得夠Toyota Toyota在台灣生根 這麼久了 這個慢慢的把他的 他的訴求點就是我要做一台在四區 很好用大部分人都開得起的車 或者是說維修成本很低 照料成本很低的車子 所以他認真的 經營了這麼多年 所以他口碑做出來 所以大家都能夠認同Toyota車真的妥善率不錯吧 所以你常看他論壇Toyota被攻擊 都只會就是會被攻擊什麼 開起來真的沒有路桿 計程車 這個什麼板金很薄 什麼車美式 好不好 他說都是這些東西 對不對 他們這個不斷的說我的壞話 但是具體 提不出具體的證據在哪裡 理由在哪裡 對不對 類似這種感覺 你只能這個 繞著外圍打 打不到核心 所以代表說妥善率來講 他就是有口皆卑 那如果你 這一點剛好跟你的買車的 意圖是 符合的 那你就是買Toyota車 你 你對車就沒有興趣 你說我開起來 我有操控感 也沒有啊 我就代曝工具 A點到B點 B點到G點 然後就這樣 沒OK啊 我對車 我對車也沒什麼感覺 對不對 那有什麼好那個的 外型什麼 我也不會 虚花的人啊 對不對 外型怎樣啊 也沒差 車就是遮風淋雨冷氣會冷 就好了 不要吃壞 就好了 所以他有一定的口碑在 那你其他車難道不行了嗎 你BOBO 你SUBARU 你福特 其他等等 BMW 我說那個 我條車那個 這些車都不行嗎 沒有啊 路上也沒有少啊 這些車路上也不少 所以代表說買這些車的 他訴求是不一樣嗎 有的是 訴求是那種 虛花的感覺 有的訴求是 我要曬起來 很爽 每天媽的一上車就好像 打開GT7一樣 開始就呸了 馬路小英雄 紅燈轉綠燈的時候 彷彿自己是 賽車場上面 有人 有女生這樣 內褲 灰內褲 就衝啊 對不對 你要這種感覺 那 當然他 他會去買 他覺得 是這樣子的車 可是呢 有的人他又想要操控感 也想要安全性 可是我看 養不起 美鳥養不起 冰室養不起 怎麼辦 福特啊 Focus啊 第一個他路上也沒有少嘛 對不對 賣的也沒有不好嘛 配備 給的 也還不錯嘛 因為福特 自古以來 他的配備都是走在其他 日系國產車的前面的 從我小時候就是這樣 以前小時候你看 小時候的Toyota有些車系都還沒有安全氣囊 沒有ABS 等那個時候 福特已經很多車 ABS有了 雙安全氣囊有了 有沒有 有沒有 吊車 吊得高高的放下來 門打開孔 有沒有 他們 通常把這個安全性跟配備都走在很前面 從我小時候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一直到現在我覺得他們還是有在做這件事情 即使說 他先給的這些東西這麼多然後 也許他的 妥善率 從我小時候坦白說 我們小時候那個 老爸 的那個年代 福特其實 那時候 給人家的感覺就是好像 沒有那麼理想嘛 妥善率 對不對 從年輕的時候 可是有的也覺得很棒啊 他開佳年華 塞 一二十年 覺得佳年華也很少 也是有 所以我覺得 每個人的需求不一樣 每個人都可以挑到一個自己喜歡的東西 自古以來各式各樣品項都會 都會有競爭 美國的中古市場市場開始降溫台灣有感嗎 有啊我剛剛有講啊 價錢有掉了 有稍微掉了 其實我們官網的車子價錢有調 有調降喔 你們可以去看喔 我們是隨著市場同步的 因為 這個概念是這樣 基本上我 我一台車要賺的錢是固定的 後面如果我越買越多 我就很像股票的概念 我會越買越便宜 然後慢慢的來攤賣 假設我在缺車的時候我買 同一台我講 隨便講TIDA好了 我現在TIDA很多嘛 我第一台TIDA一定是買最貴 因為他可能是在 這個正缺車的時候買 那萬一他放到線上還沒賣掉 我們後面進的已經越來越便宜了 所以我就要攤提成本 慢慢調降 所以大家放心喔 我同款車我只要買的越多 價錢會降的 越平均一起往下調 會越買越便宜啊 我跟你講二手車這樣才是健康的 我覺得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今天二手車價很貴 不是我在控制 也不是我願意的 我常在講 我也很希望 比如說啦 我先講我也很希望一台這個 世代馬三 對不對 一台只要30萬我也很希望啊 為什麼因為 只要30萬我出去收就是收30 我回來我還是賺我要的錢 我賣30幾 對不對 對所以其實 車商不應該是很希望 價錢很高的 因為我覺得不合理啊 我去買也貴 我回來賣更貴 我沒有比較開心啊 我賺的錢是一樣的 所以不要誤以為說好像我們會很希望一直跟你講說 有些人會有陰謀論 我跟你講我看那個YT留言就知道很多陰謀論 我覺得他們的頭部 真的都太複雜了 事情沒有那麼複雜 那這個事情就是很簡單 市場是怎樣不是我控制的 那當他高的時候我去買也高 我賣我得更高我賺的錢 利潤是固定的 現在我出去買他變便宜了 那當然我賣出來錢再加我要的利潤上去 他也會更低啊 我要賺錢根本就一樣 我不會因為現在車市漲價然後一直在那邊跟你們宣導說現在車很貴啦 中古車很貴所以你們要 跟我買很高我要賺多一點啊沒有 真的沒有 我買低 我要錢賺上去就是賣低 我買高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店裡面 其他人要賣車要養家要糊口 我還是必須忍痛買回來 高一點的車 那我們還是要一樣把這個利潤 加上去 這是固定的我並不會希望 車子很貴 那些大企業只聽過漲價沒聽過降價 沒有啦那不一樣有的是生產嘛 他們自己是生產 他們生產的這個 如果材料變貴 餐廳他沒辦法他自己是生產 但是 車不是我生產的 我們只是商人而已啦 講實在的跟 做期貨很像 我就買一個東西回來 轉手賣多少錢 類似啦 對不對所以當然市場越便宜我買進來越便宜 那我賣 我不會賣貴 除非我有能力控制整個台灣市場的行情 但是 沒有 我跟你講 這個大家也不要那個 全台灣沒有一個 二手車商包含原廠認證中午車 沒有人有這個能力去控制台灣二手車市場的價格 台灣的二手車市場的車量數太多了 你TOYOTA夠有錢了吧 算很有錢 他要把全台灣的TOYOTA都買光光 二手車買光光不可能 做不到 就算他有足夠的錢全部買 他也沒地方放 所以沒有人能夠控制 二手車的行情 通常一定 就是得跟著市場隨波逐流 就是這樣 最近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最近還有 有一個糾紛 就是那個拍賣場驗車也沒有驗清楚 驗錯了 而且是一台高級車 有重大事故沒有驗出來 結果 被一個車商 買回來又賣掉了 結果賣掉以後才發現那個車是 不是他們當初驗的那麼簡單 所以好像有在打官司 所以我說你看連 這麼大的拍賣場都會 有輸屍了 我坦白說 也不知道 我不能替自己那個脫罪 不是 對啊 錯了就是錯了 只是我講說這個 知錯能改善莫大菸 對啊 公司要進化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這個 上週的這個影片 昨天進化版 出來之後也收到很多的訊息 那也有抱怨的 我也不瞞大家說 很多我們的粉絲朋友都很願意跟我們分享 他覺得說我們的整個服務流程 他覺得哪裡還可以再修正 再改進 那我們這幾天 我們也抓緊 我本來想要拍一個影片 來跟大家宣導說我 面對這個事件我們如何去改進 可是我覺得 拍那影片有點太假掰了 你知道嗎 因為我的確 就是這幾天 蠻密集的在召集 我們公司的主管人員 然後 開會 然後去研討要怎麼樣 好好的把這個 服務再進化 檢測再進化 FB流程再 更多 我跟你講就是 有人講 你要公司要邁入一個 一個規模 你就是要更加的 表格表格表格 檢測檢測 平管 就如何再讓他更嚴謹一點點 那這幾天就一直在討論這些事情 那包括每一個我們要怎麼樣去 確保說 每一關都不會漏死掉 這個是我們 這幾天一直在 精進的部分 其實以前就有了 只是覺得既然 發生錯誤 那我們如何把它 改進 我們要改進到很強 因為我們現在 樹大招風 很多人等著我們出事 你看 我那個精華版道歉的影片 比我辛辛苦苦 改CHR也好 或者是這個 去嘉義收 Safiro也好 或者是去收 暴力壓也好 花200萬收暴力壓也好 流量都不如 雪流成河 那個媽 我們從來沒有一個直播精華 點閱率點擊率這麼高 所以證明了一件事 你再怎麼努力做 還不如他媽的 弄個雪流成河 出個市 大家都只想看出市 你知道嗎 弄車補級要多久 我不知道中間會不會有陳曉金 可是我覺得應該一年後就變化蠻大的 一年後充電站應該也會變很多 我自己覺得 因為現在很多想要 搶得先機的人已經 已經佈局完成 甚至還在佈局當中 所以我覺得 一年的時間 應該 大家都在趕時間 所以 因為先搶先贏 所以我覺得現在應該 預計明年充電商會很多 然後 再來看車廠的進度的話 我覺得一到兩年應該就很多 如果沒有什麼陳曉金特別的問題的話 大家認知上標版安全的時候 六角鎖無預警的損壞 造成車門無法關閉 行進中突然開啟這門 真無法想像如果家人掉下去 或打到行 他們 可以銀小師幫忙發聲嗎 太唐突還是見諒 我認為他如果 Volvo來講 他如果是一個負責人的經銷商 他應該是會 召回去檢查 就是很簡單嘛 你站在一個 機械工程師的立場 壞掉就 修 或召回 檢查 那你後面會有很多想像空間 就像我之前一個影片講的 車子 每樣東西都很危險 方向機壞掉會不會很危險 會啊 引擎壞掉會不會很危險 會啊 病相壞掉會不會很危險 會啊 什麼東西壞掉都很危險 所以每台車 因為車子本來就是行駛在路上的東西 所以其實他 本來對於品管的要求就很高 重點我還是老話一句 如果你 你今天你一個新車的經銷商 不管是哪一個經銷商 你如果徵行自己的招牌 你想要好好 長長久久在台灣經營 那你就應該要把客戶服務做好 所以為什麼大家一直很推 那個Saba 因為他車那麼久了 他還一直在做客戶服務 那我認為這個就是一個負責任 跟一個 你答應 你當初答應你的客人的表現 所以我最討厭最討厭就是 有一些經銷商 從以前到現在 很多廠牌很多進口車 他代理了以後 進來只賣車 然後後面的讓人家等零件 或者是說媽的有通病也不遭回處理 然後撈錢撈到這個牌子湊掉爛掉了 對不對 然後他就撤了 我最討厭就是這種的 你要進冷門車什麼都沒關係 那你好好照顧當初信任你們 跟你買車的車主 這個也是我做生意的原則跟態度 雖然我只是一個賣二手車的雜貨店 可是我真的覺得 如果你有 你財團有這個錢 我當然知道你可能要對你的股東交代 等等的 但是我認為 你如果把這個 利益放到這麼短的時候 我認為 你給人家的觀感就會不好 你每次一代理 然後給人家很爛的後勤也好 然後 削不到錢你就撤 然後代理那個牌 然後削不到錢 然後弄湊 造成很多的牌子 在台灣名字都很臭 有沒有這種感覺 因為我是生長他這個年代 就以前一些進口車很常在換代理商 一直在換 所以我覺得那個真的 不知道 我覺得做生意 的態度到底 應該是這樣 很多 真的很多 我沒有在指哪一間 可是我真的覺得 很多是這樣子的 那個就很像 你當初承諾你老婆 要好好照顧那一輩子 對不對 然後人家也相信你了 簽下去了 結果你給人家什麼東西 你當了負心漢 當了渣男 每天我加班 你 晚上自己想辦法 晚上很忙 客戶怎麼樣 你就要 酒店 沾酒店 要搞事 還是要跟 女同事 去車路灌 有的沒的 亂搞 違背你當初的誓言 你不覺得這樣很可憐嗎 我是這樣覺得 能不能請柯P分享一下 兩個避震器乘坐操控差異 很難聚集在一起 我坦白話講 然後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 我也認真講 兩邊都是 有配合過的朋友 坦白說要怎麼去 講出那個差異性 我覺得 有限 我真的覺得有限 所以我還是建議 你們避震器自己 都實際去測試一下 那我相信 兩邊的品管 跟這個服務品質 跟商品的 東西都是好的 但 至於實際上的一個 乘坐差異 我建議 你可能要親自去試試看 因為 避震器這種東西 像我跟柯P 對於乘坐操控的差異 我們的認知其實就不太一樣 柯P 可以接受的是比較硬一點 但是我喜歡比較Q一點 所以其實不太一樣 真的不太一樣 每個人感受真的不太一樣 這跟 車子一樣 我拍了試車影片 那麼多車評 那麼多車評 拍了那麼多的試車影片 你真的看了某一個人的 你就相信去買了 那真的 你開起來的感覺 坐起來的感覺 跟他說的是一樣的 每個人感受真的不一樣 所以我常常在講 你不管買中古車買新車 你要買哪一台車 你都一定要去試試看 每個人的這個 感受真的是不一樣 好不好 大家晚安 謝謝啦 拜拜 大家晚安 敬佩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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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佩咖啡